欢迎收看霹雳英雄同乐会 大家好我是孙一帆 大家好我是穆婷 穆婷最近有新剧对不对 没错 就是我们这个战民曲 有在追 当然 最近有一个角色 很可爱的角色 是 有点回归 就是我们这个西窗月 有点类似它的双胞 双胎的剑梭霞玉 说到剑梭霞玉 大家也知道在战模册的时候 它为了帮助西窗月 变回那个秀极的状态 最后大家成功的歼灭了 天使地中之后 想说它可能不会再登场 不好意思 我们又华丽付出了 是角色不够把它拉出来了吗 当然不是 但是说到剑梭霞玉 我觉得有一个印象很深刻 就是它是解控 解控 这个字还蛮专业的 对 因为说实在的 如果我有西窗月 像这样的姐姐 我也会是解控 你不觉得她好像很有智慧 然后很能给人家依靠的感觉吗 是不是 不好意思 好像跟我有点像 我真的觉得你很有心得的样子 因为我是一个好姐姐啊 是 你讲到这个解控 会让我想到 预解控三个字 那不一样的意思 解控是真的对姐姐很依赖这样子 预解控就是比较 喜欢年纪大一点的 对 那我有些朋友真的就是预解控 就是他说 你是真的喜欢比较年长的异性吗 你不能理解是不是 因为你从小都被姐姐使唤来使唤去 去买东西 然后去拖地 然后去拖地 对对 你长得到就说 不行不行不行 那大妹不行 所以她早要年纪小一点 但是呢 我可以理解你朋友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呢 年纪稍长的女生呢 人生经历 人生阅历比较丰富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可以依赖她 可以跟她商量事情 对 她会给你一些正确的建议 或者至少可以跟你讨论 不会只会说怎么办 就有点安全感 对 有一个依靠的感觉 不过我还是很年轻 大家有看到我这种 我只是就是有这个想法 我知道啦 那说到这个占民群呢 最近呢 好像 好像奥伯伯有点事情嘛 对 所以这天魔有点生气啦 天魔就去找谁算账呢 我们的断岛 想必这一切都在我们断岛的计算当中 你也知道每一件事 它都已经算计好了 但是呢 这两个人 结怨有一点深 是 到底要怎么化解呢 我也想不透 是 不过我们断岛应该已经想好剧本了 因为都在它的运筹帷幄当中 大家要继续锁定 感觉好像有一个全新的局面即将展开 没错 好 那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 霹雳英雄好乐会 掌握武林大小事 公开庭上万事聪 欢迎来到霹雳公开庭 还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身上的衣服呢 我开场就很想讲了 但是我们开场有其他要讲 对 是啊 太可爱了 我跟你说 小雅老师身上这件那个键尾 对 太喜欢键尾了 键尾 是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讲键尾吗 对 我觉得很有设计 对 我觉得我们的联名其实都蛮用心的 对 尤其是酒 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追踪我们的精品资讯 真的 不然的话就会跟我一样 项羽了吗 项羽 对 好了 话说回来 有一个很重的奖项 当你看完了金钟奖 对 看完了金马奖之后 很重的一个奖叫做金老奖 这是专属我们匹立的一个金老奖 对 总共 而且不是一个选项 总共有十个选项 生诞静默丑杂 另外还有什么武器啊 其他等等的 还有一个年度大奖 叫做 年度偶像 这个一定要冲的啊 对 因为你也知道 就是各种颁奖典礼啊 对 虽然说我们都爱每个奖项都是非常重要 是 但不免俗的还是有一些比较受瞩目的 大家比较高关注的一些奖项 年度偶像就是这样的 一个奖 而且呢 我觉得我们还蛮用心的 其实呢 我们让系名的朋友们来做评审 对 这是很重要的 把全力交给大家 对 你就不会觉得说 反正都是评审老师选的啊 没有 你也可以为你自己的英雄 自己的偶像努力加油 要怎么加油呢 非常简单 就到我们匹立的官方网站上面 投票就可以了 是 就有机会 把它推到我们这个十大奖上之一 没错 那另外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 好像孟师代有展览嘛 对不对 没错 就是我们的霹雳探险特展 接着到现在呢 已经展开了一个礼拜左右了 对 那我们一样都会有周周轮展的部分 讲到轮展很重要啊 所以大家每周都要去看 都会有不同的英雄 那目前正在轮展当中的呢 就是我们悬向裂变的要角们 对啊 这个礼拜如果你不去看他们的话 下礼拜可能轮展就换到另外一批的角色了 跟球尾一样像你了 我们都是那个限定的 期间限定的 所以真的要把握机会 现场也有很多精品等着大家去好好的逛一逛 那接下来的公开庭里面呢 也会有更多丰富的资讯 那大家也都可以上霹雳网上面去做详细的资讯的查询 接下来呢 我们就马上来看看今天的公开庭 有什么样的霹雳心讯要分享给大家吧 眼镜折叠收纳盒 可折叠式眼镜收纳盒 可确实保护您的眼镜 内部柔软材质 吸收缓冲在携带过程时发生的冲撞 环游霹雳机票纪念卡 环游霹雳一票在手玩乐无穷 亮音特效更增添收藏价值 欢迎来到霹雳调查局 本周霹雳调查局呢 要为大家揭晓的榜单 就是动机风云的十大人气角色飘雪 这个时辰也是越来越近了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期呢 名字都很浪漫 没有那么的速杀感 对 你看像我们到现在都还 人气非常高的义骑行 对啊 启罗生 是啊 还有名字也非常浪漫的 冰无音 对啊 都没有那种杀戮的感觉 对 像不想到谁呢 断均衡 你看名字就是有那种布料的感觉 绸缎的感觉嘛 对对对对 不过其他小孩好像都是比较凶狠一点 是布克牌多两张 那个就是黑色十九这样 有种二十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对 那究竟你喜欢的他 今天我们的登入十大呢 一起來看看今天的霹雳调查局 动机风云十大人气角色票选 本周第二查局要带大家来看到的 就是动机风云的十大人气角色票选 这一档中呢 圣谋之战延续 却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数哦 什么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哪一些角色面临巨变 但却仍然占据姓名朋友们 心中的前十名吧 本周第十名是来自于中阴界的月藏风 在这个指战之印盖下去之后呢 苦境与中阴界之间的鸿蒙横梗 阻断两界的来往 基于回乡探查状况的他呢 来往奔走 联手身在中阴界的气重和断均衡 与天之佛剑步一 兵无一合作破风 成功解除了两界之间的屏障 本周第九名是泰宇金鸿一流一 他是五道七修的成员之一 在内七修与外七修战后呢 带着鬼童与三姬颤 至中阴界迷离僧域隐居起来 因缘机会下呢 与气重交好 也是气重迅身鸿蒙前 曾寻求协助的对象哦 誓言若恶鬼三胸晦齐现世 便会冲出江湖 好 本周第八名呢 是魔皇之心 那在这个断均衡 还有黑色十九 督眼纳家的奔走之下呢 他终于复活了 真假 然而呢 附身之后的他呢 对事件充满了仇恨 一心呢 斩伏绝力 在止战之印影响之下呢 失去记忆之后 他看似漫无目标 但心中呢 无来有的牵挂 仍让他这个先后救了 黑色十九啊 断均衡啊 天之后于为难之中 虽然他不说人话 但是人保有一个守护 在意之人的本心 本周第七名呢 是黑色十九 身负太初见气的他呢 来到苦境 参与了朱砂天之力的战役 而他的一生 也从此产生了巨变 真的 他为了生母水烟柔的病症呢 与血魁师合作 更不惜用双眼换取 掌悬命的帮助 虽已忘却在中英界的过往 但面对鬼童回生的剧痛 以及忏醉之强的残酷真相时 养父断均衡呢 仍带给他最温暖的慰藉喔 好 本周第六名是断均衡 在这个止战之印之后呢 两境隔绝喔 他为了破鸿蒙借到故乡 无癌之癌 在好友三妹长老的帮助之下 承受猎魂驻身的一个沉重代价喔 注定魂随生灭 轮回道上再不见其人喔 无论为臣为父 他都在意料之外的一个变局当中 用己身的无悔付出 竭尽所能为家国谋求安稳 再来本周第五名 就是我们的梦说剑步一 虽然因为止战之印 虔诚尽旺 但未破鸿蒙 身受重伤的时候呢 竟然让他一起久远前的过往 我想是人生跑马灯吧 真的 在第三十三集当中呢 揭晓他来自于未来 为了圣王 也就是天之力的命缘衰竭之症呢 才穿越时空来要改变过去 这时候就有穿越了耶 对 我没有穿越去 但是此时呢 局势其实已经有所不同了 他出生的和平未来 还会是圣魔之战的终点吗 好 接下来为您公布 本周第四名 他就是我们的兵无一 是的 他身为立足的一员 他在圣魔战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止战之印盖下呢 戛然而止 此后的他呢 驻月长风破解鸿蒙 迎战血煞如来 展现率性自得的一个游侠风采 而在本档的最后一集 被帝或写酒室夺去了立元 身心重创之下呢 究竟能否在好友的帮助之下脱离困境呢 这个问题将在下一档为您揭晓 接下来第三名呢 是天之佛楼智维托 他修习负罪门 只战之印盖下之后呢 虽然望却过往 但过往却如影随形 运生磨胎 建造颤罪之强 证据确凿 更遭嫁祸七花八步血仇 虽然有野狐禅一路信任相陪 但最终呢 仍被逼上绝路 在自禄身亡后呢 化作胎藏五风帘 证明他自始至终 都是那位庄严圣洁的智佛 好 本周第二名是城外孤标 义齐行 他居然第二名耶 怎么回事呢 因为有人要跟他争第一名啦 真的 那这个时期的建秀大人呢 一登场就是以无心见 立雅胡故事的人跟雪葵师 更狠狠地呛了雪葵师一句 逆天尚有例外 逆无的话呢 绝无生机 你看这个台词呢 最近来看的话 都觉得建秀大人超帅 超有个性的 也难怪他有这么高的人气 不好意思 我们人气更高的冠军来了 谁 就是白衣姑酒启罗生 不意外 相信许多姓名朋友们呢 到现在都记得十年前 玉阳江月之画坊上 慈善扶琴 饮雪葵酒的翩翩公子 他是因为一桩 旧院风刀的江山快手 也是寿花艳生的世间奇花 他温润如玉 重情重义 在混乱纷扰的世道中呢 是令人耳目一心的独特存在哦 看完这一次的十大调查之后 不知道你心目当中的人气角色 有没有上榜呢 看前一二名我想是有吧 应该有哦 那我们之后呢 也会持续举办不同的排行调查 想让你心爱的角色 登上排行榜吗 那就赶快上霹雳台湾台的粉丝专页 投下你神圣的一票哦 霹雳调查局 我们下次见 在霹雳世界中 角色本身不乏有许多分身 或是装扮成另一个人 这样做可能是为了救人 亦或是隐藏自己的身份 方便暗中行事等等 霹雳中女扮男装是平常之事 但是男扮女装就比较少见了 本周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有哪些男扮女装的角色吧 神秘女郎林笑月 为苏桓珍借神龙流利公所画之分身 总是伴随音乐出场 并以改速还真过往温文作风 霸气横杀果断有个性 以把五好弯刀打遍天下无敌手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漫里风 破漫里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屡次协助政道对抗魔狱 曾打破七重名王爱将胡宝魂 被魔狱视为眼中钉 更打败当时的高手建军十二恨 独树一格的行事作风与气势 使她成为苏桓珍中毒化身中的经典 也是唯一的女性化身 天空流浪 回首来时如红涌 天空里一分红 太空梦无情涼空 华人阿百世丹 人在正海高风 发生了波动 不去返去无情风 尚爱无情龙 在乎心中 永恶 永恶 郭娘 你是赌票不了 你真是万名不唤 当初如果不是你踢入小铁鸡鸡 入小铁早就摆在我的手上 监君 你出了 那些小铁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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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一挖 或是 於我的更何注入小铁鸡鸡鸡前 opened 者也像极捷的 結果能在坐置入小铁 dos 好了 计判必定要得弊齒 是冠军 那我叫红杯 两酒吧 这一片红药之胸 极多的情绪 独起减起龙大四周 心比鲁龙一减冠十倍分 一项交换 装武 入境性比鲁龙 我个三星所在奉兵断 Spread 花皮kor 这一洞三星所要 Ente 快跑 快跑 哦 前方兵归即可感 神龙兵魂出色 神兵将军的手术出色 神兵独龙也不感始终 以上王道也出色 哦 神兵牙 神兵雀 哦 哦 哦 我以为我负责 失败 我死了 将军十一分 你 反射军将军 你面太平衡 是想人欠好大栋 将军十一分大栋不死 是 哪减一戏 你说你叫做三名又说一次 哪减一戏 三 哪减一戏 亲送你名 哈哈 平衡 你为主亲送这家女的 目前掛破未免的牌 哪里下定 就去世吧 好厉害啊 你今后大栋 将军炮胸贵回家 将军这件 好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路上路上 你今后 啊 啊 这真有可能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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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显 我饭了 不过去 我得到一戏 好厉害啊 好厉害啊 面戴眼罩 身被剑戴 嘴有一朵蓝色玫瑰的琴女子 真身乃是武林福星琴甲仙 因为当初进入风陵岛探查时 遭到鬼影的变性竖发所害 在寻短头江时 意外被朱婆婆所打救 并被其传授调教武艺后 便装成为蓝霞一枝花 才乎再修 修多年一百 真好 起来吧 你还知道 初步步是没有青菜 少人最多的 我少多有三不修 第一 男性不修 第二 比我更顺利不修 第三 比我更高的不修 女人有万一 没什么万一 记得天国救你 实在是看你太可怜了 自我世面就要 要么看过像你前面的女儿 难怪你得太心甲去挑逢 师父 师父 我信 他人们说 自不不尽了解 拜也拜了 不共也恶劳 现在我有这件事 要交代你 我来的筹筑 我从行过三的秘密 可疼 行过三的秘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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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好 我的地味哈斯丘 敢说这就是爱情的风格 哈利欧 这里来 我哪怕一斤火 最要只消灭给你两点不能减过 我靠 哈 鱼山花 哪夹一斤火 就算是天爱海角 我回完也要找到你了 哦 啥啥啥 你把脑子抹一顺 我怀 我怀 哈 哈 你肚子抹一顺 你肚子抹一顺 我怀疑 我怀疑 你肚子抹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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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 你肚子抹一顺 你肚子抹一顺 因为警告怕胸怪土地 你的心肝不配哪个牛 你说他没解释吗 说哪个牛小兄 你没用吗 不是不是 看我不用我们解释 真好真好 这些人没人公信 但老船没收 也要回船两路 再回 小兄 你真的要做万民吗 什么要真拍跳 我是在帖多得历次一口气 好方让那回我阿嬷真有生意 你若是真正 我会与用我的人头 是牛小马里嘴 哈哈 有几个鸡翠日 你是不是对不起了 变装特辑 广告车后马上回来 风飘飘望春风 妈妈上你是专用 有头鸡鸣 还有今儿 我说小人地坠起温 就当涌转一步顶着 他什么时候开始说生意 我说啊 翘红来老船 叫你们两人 也让你们一个屁股的店 这我都知道你就得嘴吧 整几天 今儿再来的母舅没来 说声说字 你是如理心 就请你参加 翘红来母舅的艺术表演 作为回报吧 我 不准 没卖 饮酒 抢 抢 感谢你 我妈上就 我答应 欧阳君 现在咱不能离开 啊我啦 我去两家 你在这种 生意的中宿 跑头路面 要跳舞 既然答应咯 晚上就看你咯 我妈上来去准备 喂喂喂 久等了 哎呀 我妈上来 我抢 我妈上来 西兵 是 reflects 这 为 云 新舍彩虹相比喻 心悠仍是一天空 漂亮 真真漂亮 武道展 新材展 那堆麥酒啊 竟是最旺旺 粗粗可憐 老子而已 這個我教她 俏風來的最準真真廣 香幹迎窮 臉波有一個星 細無急中 有狂不濕 有平平星 紅飄飄 一不必中星 再不停箱 一不停箱 好啊 好 各位人 客官 这就是我们笑风来 最新的香味的舞者 人客官你才会欢迎 有感到漂亮吗 现在就请我们的风飘飘的姑娘 来跟各位客官拍一个照顾 等你记得哦 这点看不可以不 哎哟 起来 起来 漂亮 真正不漂亮 老一条 这个真正有油呢 无事让笑风来两代代条 无事无事 这公 都要都要 这个红约春秋了 哇 小白鸟 别人 南车的胜利 五白鸟 小鸟 我 我真贵 哦 贵是了我贵 准备透极小部分的 本港的 今天 心情情好 国家一千里 凤飘飘 小鸟来中的绝代武林 真实身份乃是收银买命的超级杀手 迎穿蝴蝶军 未尝小鸟来楼主的恩情 更不愿让深暗的阿瓜拉抛头露面 蝴蝶军自我牺牲色相 男犯女装 我妈来不许贵 真是真是本国牛肉 不愿意啊 行喽行喽 行喽 真正像如今的相遇 我俩就不跳了 多年后 未进入寿宇 带回爱女谷小月 蝴蝶军再次扮演成凤飘飘 这次更拖自己的好兄弟 见随风下水 扮演绝世家人望春风 让人佩服他对爱妻与爱女的牺牲 这边有 这边有阿姨 我是阿姨 你 你最的家 这事情有最事 你随我离开 你 是什么人 我 我叫红飘飘飘 我叫红飘飘 三路 明天当初 红飘飘是什么 你不要紧张 用心忙的位 你就叫红飘 我 红飘飘 我叫红飘飘 我叫红飘 你两人不受死心 不可出疲劳 是 用心是来看妙少爷的嘛 一方给我中意教训 不用 我明知再来问 心 心 共生 用心 为红飘飘 变身退 呀 才说了 和你真是 我 我 请将蒙荣 奉陛下 我回红 我世修 我花灵 我退休 我世来灵 只求是无尽感 花雕族的六十花王 末世之宴 拥有男体与女体 而男相中 更带有女性细致的五官 外形华丽 一身锦衣 手持折扇 举止优雅有品味 二身眼中五六十花王 一身锦衣 一身锦衣 无形成 一身锦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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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花王 二口里 我回红 都比你走浪 本五老走浪 这是五六十七 人秀 可断 只嘴一个男人 摄楼人 都可笑了 水的极限 我王行怀万里 为生锦衣 苦极 何必 无事后 我一个鸽石宿客 结果 便多多不懂 曾在与棋手逍遥的对谈中 献出女体 让人惊艳其美貌 本不均嬸化不中掉 所以 咰唰咰 定禄 杖 仙人 妖咰 苦花 不 Beauty 又 一丢 为 嘴 尝 尝 尝د 會對牙眼睛無尊,無幻心 人生孤斷,你當奔情 願可作困秋小 難相應,一樣不遂牙斑 你真愛這心答案 是啊,是你同意嗎 你發喜就好 言喊只因是你無發喜樂 完本的人中你無解嗎 我生一言分無什麼完本 本王就是自由的靈魂 好,是想如果本王哪一天對你生 你就是男人哪敢有多好 哪你最好感受 我的寶貝,因為第一歲這幾個人 一定比我舒適,他們就是母鄉親 哈哈哈哈,寶貝寬笑,你可信,適合 男生又比寶貝伯母子中,也真適合 哦? 他以為祖宵現實最勝,要以應助人人合作行動 哈! 你無故,你真的利用幾歲已久世了 無編嗎? 無編嗎? 本王的血下,就是這麼優勝,永遠地效如佛約定生存 聽來,都請你麻煩,這可是窗戰啊,只可笑永不在你心胸 明廟有數確定,哪不能就這身答案,來去一會明廟 你來了,公主哈 明廟有數嗎? 看你這身答案,將本宮不禁想起,你可笑對我贊定自清明和治療 我能否有優勝嗎? 我能否有優勝嗎? 哈! 我將六件海子以無同心,十分的現位 由海子要靈體無不見,靈無不親 哪靈人打心,不是嗎? 好! 明廟公園總是一會讓人知道 你的心,可不得心 後雖在魔妖大戰中伴於天魔之手 但在明和之母幫助下順利復活 並化身奉陛下,替明和之母做事 今天的霹雳爆爆呢 要为大家揭晓的 也不算揭晓 要为大家爆的呢 要带入的 对 就是我们霹雳战民曲的第17 18章 真的 记上周明和之武现身之后 有吓到 真的好恐怖 你会觉得他就一直 摆扶在你身边吗 对 我们接下来会开启一番新的局面 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等一下会爆给你知道 所以我这边就不用先讲了 你知道明和之武那个现身 当时写那个曲子 跟周朗琢磨很久 因为那个气势要很搭 这样的和声唱了很多层 一直叠上去 层层叠叠叠叠上去 就要给人家一种压迫 压迫感 相信都感受到了 接下来战民曲 我相信应该会有另外一份 新的局面即将展开 没错 好 那话不多说 进入到今天的霹雳爆爆 霹雳战民曲 17 18章 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周的霹雳爆爆 今天要为大家播报的是霹雳战民曲第17 还有18章的剧情报道 首先看到的是来自明和的消息 随着明和之母正式降世 追袭 长销 因此生命遭受吸取 而被困战的三生雪呢 不惜发动凌霜千刃 仕途同归有尽 花王与蓝香玉比赶到现场 却已为时以外 花王悲愤怒激 直接对上明和之母 但明母的天外案例非常强大 莲花王也是难敌啊 顿时一招挫败 就在花王命尾的时候 圣女丝及时拖出禁锢 更将水源之力转入花王体内 而卫护花王的圣女丝 不惜挺身独队明母 在两人队长之下 圣女丝烟消云散 悲痛的花王以水源之力 融合最后一招发出 是谁不可惜我最终一招 是谁不可惜我最终一招 好凶 但鬼爵却突然冲入 为明母挡下此招而被击飞 见鬼爵出世 明母欲收花王之命 就在这个千军异法之际 蓝香玉比挺身受招 也因此命丧皇权 随即金树族等人冲入 白无垢趁机就走花王 另一方面呢 刀魔为了三生雪 以及长销兄妹之仇 不顾白无垢的阻止 找上了明母 无垢 这就是他本雄队的下刀 这就是他天母当兴的三众 心脆嘛 也无狗呢 然而邪海之招进展 但在明母面前却是首度失利 明母也凭借金树软甲的保护 使得刀魔砍之不伤 令刀魔束手无策 不过明母不知道是太得意 还是太自信 说出了追袭的心骨 能破金树软甲 明母你知道这样说出弱点 很危险吗 而在明母要发动能源炮 给予刀魔最后一击的时候 却发现能源炮已被白无垢 动了手脚 于是改用自身武学 而刀魔也不惜发动 邪海最终招 就在此时 妖刀大不韦突然飞入 刀魔顺势接刀 终于让明母首度见血 另外这一集的亮点 就是我们的剑梭侠语终于重新回归了 而且还带来她的个人全新单词哦 我明不给你一天飞碎 突然登场的剑梭侠语一键当关力保天魔 究竟這場衝突會如何發展呢 面對來勢洶洶的名母 大家又要如何抵擋呢 環界風雲又要如何休止呢 請繼續收看 好來到今天的哈燒性偶像 今天這個哈燒性偶像呢 它這個名字太可愛了 沒錯 它真的也很可愛 我個人很喜歡 它就叫做獸星 是過生日的那個獸星 當然不是啊 人家是狩獵的獸 只是諧音就是獸星啦 連他爸都說 你要祝他生日快樂嗎 我覺得他出場的時候 背景音樂應該是 Happy Birthday to you 這樣音樂老師就可以很偷懶了 不是人家是狩獵的時候 再澄清一次好不好 大家不要誤會了 就在講他覺得 他的武器是不是就是一個蛋糕這樣子 人家武器很帥的 是是是 那說到他的話呢 他本身也是這個 翼主他的一個護衛 對 他的槍法實在了得喔 沒錯 但是呢 他在用槍的時候呢 就被人家發現說 他的槍法好像跟魔戒的槍魔很相似喔 你知道魔戒有很多 我們有割魔 我們有刀魔對不對 對啊 我們這邊有這種魔 所以還有槍魔 不好意思 歪掉了 對對對 他跟槍魔的那個 槍法有一點像 他們之間是什麼樣的關係呢 就有人開始懷疑了 其實大家應該都心知肚明啦 對 但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精彩的發展呢 就要繼續索得我們的劇集 才會知道囉 是 我如果是他朋友的話呢 或是劇集中他的朋友可能常拖他去吃喝喝 因為他可以名正言順的跟店員說 我獸星 我是獸星 我打折 但是通常呢 都要拿出身分證驗證 這一關就過不了 剛才破功這樣子 對 抱歉 好 那話不多說 馬上進入到今天的他燒星偶像 獸星 浩蘭 壽星 本名浪守成 性格爽朗大氣 好奇甘雲 自信飽滿 極重視無人的格調與名譽 登場時為建門樓護衛 封命跟蹤觀察情報商 並將之勤回省問 在開手情報商的任務中 獸星與笑流霞之間的對談 能看出他對生命意義的看法 偏向樂觀積極 在聽聞魔族與窮奇開戰 浪青雲更親上戰場 獸星急忙前往支援 這時觀眾方知他的真實身份 乃是槍魔浪青雲的女兒 雖為女兒生 但從小就當自己是男兒郎 勤練槍法 希望能證實父親的努力 浪青雲也聽之認知 獸星的槍法造詣在槍魔父親之上 是魔界新生待中的佼佼者 而獸星此灰獨自出壞歷練 與眾前輩們雖在建門樓相遇 彼此皆裝作不知情 是魔族前輩希望不給獸星壓力 如今多世之秋 獸星迴返魔界 更與夜火燎原一同出任務 未來獸星又會有什麼樣的精彩表現 請千萬不可錯過 霹雳佔名曲 今天節目又到了尾聲囉 那接下來呢 要為大家揭曉每週五的DVD封面牆 先看本週的封面人物呢 就是我們的夜火燎原 還有奈落之夜宵 很久沒有出來了耶 是不是很懷念 對啊 那接下來會有什麼樣精彩的劇情發展呢 大家要繼續鎖定我們的霹雳佔名曲才會知道囉 那看完了精彩的封面之後呢 不要忘記我們這個霹雳調查局呢 正在如火如荼調查當中 沒錯 這個禮拜的題目到底是什麼呢 請慕婷告訴我們吧 好的 這禮拜的題目呢 就是來到 空撤天下時期的十大人氣角色票選 哇 這裡面的角色很要角耶 沒錯 然後一提到這事情呢 我們就馬上想到我們的小太陽卷收天 還有圓無霞 你看這兩個都是到現在人氣還是非常高的角色 是 而且這個時辰呢 有一個很特別的角色喔 它可以管理時間 真 時間管理大師喔 對 好像老高一樣 就是我們的時間成主喔 沒錯 另外呢小便有跟我講說 他很喜歡有一首曲子 就是一個角色叫月太歲 是私心提到的嗎 我寫的 好聽啦 好聽啦 究竟這段期間你喜歡的他 想不想讓他登上十大呢 有機會囉 去哪邊投票 對 去霹靂台灣台的粉絲專頁上面投票 你就有機會看到他登上十大喔 沒錯 那更多霹靂的最新訊息呢 大家可以繼續鎖定我們的霹靂英雄討論會 或是向霹靂網上面都可以做查詢喔 也別忘記我們節目的首播時間 是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八點鐘 請你務必要鎖定囉 不小心錯過的話呢 也沒有關係 每周一晚上在霹靂的YouTube頻道上面都可以做收看囉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節目安排囉 霹靂英雄討論會 我們下周見囉 拜拜